好的 那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 那我们现在是礼拜六的分享时间 我们我是今天的小编文明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用JFMJWM快速搭建工作管理平台 由我们的二文老师为我们分享 那今天就是很荣幸跟大家在周六就是又见面了 那所以我们就进入主题吧 下一张 那今天在开始之前呢 小编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下工商介绍 那就是这边是我们的Facebook的社团 叫做GoJira 让Jira做你的直牙神助攻 现在我们已经有751位成员了 那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到Facebook加入我们的社团吧 请搜寻我们的GoJira 好谢谢您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将很快就会开始了 那在开始之前的话 就是最后一件事就是请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随时提问 不管在下面的那个问答呀 或者在我们的聊天室这边打字留言 小编这边的话会好好的就是留意 那我们可能就会随时来进行我们的问答环节 那在活动结束之后也会有我们的问答哦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是从10点半 然后开始就是分享一个小时 一直到11点半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大概可能是到20分钟的QA时间 那欢迎大家踊跃探语 以上那今天就是今天的活动介绍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阿文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文 不要叫我老师这样 我很不好意思 阿文哥 其实我想叫你阿文哥 这样比较亲切一点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大家好我是阿文 中文名字是菲尔尹 那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 那个文名跟Kerwin邀请我来这个社群做这个分享 那我那我刚刚也很非常surprise 哇这个社群现在已经有700多人 相当的这个成长相当的快 那那个基本上我本身 我本身算是 那个用Gira的这个 这个那个老客户啊 算是那个粉丝啊 我第一次我认识Gira 应该是在2009年吧 所以现在算算已经 那个快要12年前 2009年我还在那个神山 神山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Gira 那时候用的是Gira software 那我记得用的还是地端版 印象中可能是 4点X还是5点X版 那从此之后就跟Gira这个解下了 这个就接下了这个不解之缘 那所以到后来我离开了神山之后呢 那个 后来又到了几家不同 到了几家公司 几乎在每一家我都会导入Gira 那不管因为我大概都是在IT部门 那所以我大概都会把Gira应用在 IT部门的这个工作管理以及专案管理上面 那我发现这个 也正好看到这几年就是 我觉得Gira也是 Atlasian算是那个速度很快 就是也搭上了这个SARS的这个风潮 所以也很早 我觉得它是很早就已经开始 那个拥抱云端 所以就是那个当他一推出Cloud版之后 我就马上这个 这个 则删 这个 这叫什么 那个 马上就是跟上这个风潮 马上就 推到 就是转向那个云端版 那所以我后来 现在几乎 我最近 最近五年吧 最近五年大概 三五年大概都没有在 用的都没有在用地端版 几乎都是用云端版 那我想 现在 现在 Atlasian的策略 基本上就是 主要就是要推 推云端版 为主 那我想 这个 这个策略是 是非常非常 非常正确的 那所以 我觉得用云端版的 好处非常多 那我想今天我会 把我在现在的公司 我们的一些 使用的情境 跟大家做一些 分享 那今天的内容 比较像是一些案例 案例的分享 以及一些 实作上面的技巧 那我想 各位应该都已经是 GR的这个 老手啊 或者是都有些 手上的经验 所以我 我希望今天能够分享一些 我在这个导入的过程中 中的一些 我们用到的一些工具 以及我们 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 试着用什么样的解决 来解决它 然后就是跟大家做一些 做一些分享 也可以做一些交流 那我希望过程当中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 希望我多讲一点的 可以随时打断我 或是也可以在聊天区里面 告诉文明 文明会 再提示我 那我们就可以 我就可以及时做一些 做一些回复 那虽然我今天都是 我是准备的PPT 都有画面 那如果要直接用 Live Demo的方式 也OK 因为有时候看系统 会直接会更清楚一点 好吗 好 那 接下来就是 我最近发现 稍微介绍一下 我自己 我在最近有一次演讲里面 我第一次用这个方式 就是把我的中文名字 Fairly Key到Google里面 然后切到图片之后 我发现有一些 很有趣的发现 就是 因为这一年来 大家可能 可能 那这个在介绍里面 有提到说 我现在目前是认知 于这个玉利医药 那玉利医药在这一年 突然这个知名度爆发 大爆发 因为我们公司是负责 新冠疫苗 所有新冠疫苗 进口的进口的 新冠疫苗的配送 包含 BNT Moderna 还有AZ 那基本上 这些疫苗 只要一下飞机 就是由我们公司去接机 进到我们的仓库 然后再由我们公司来做 这个仓储跟运输 仓储包装 跟配送 那我发现 这个 那今年因为我们 这个配送的关系 我们也 在也有机会在媒体上面 有一些曝光 然后我们也在 这个冷链 冷链物流上面 我们运用了一些 IT技术 所以也有幸 像是 IT Home 以及像是 经理人的杂志 以及我们也接受过 像TVBS 等等的一些 媒体的采访 那我基本上算是 IT的老将 老手 我大概是2000年 2000年就开始 2000年退伍加入 IBM 那后来都一直在 制造业为主 单在IT 那我发现 我的名字在Google里面出现 几个事情 蛮有趣的 第一个跑出来是PMP 那PMP是我在 这个台积电的时候 我那时候 那个 那时候考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的这个认证 然后我去 长虹补习班 长虹PMP补习班 我是长虹的 第一千个PMP 那据说他现在 已经好几万得 那再来就是 我的 再来就是发现 我的名字跟Adalessian Adalessian有 有扯唱关系 我看一下 我的名字跟Adalessian 有扯唱关系 因为 那时候有 在 有 帮友商 帮我们的partner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演讲 然后也有在 IT Home上面 做了一些专访 那事实上 我都有特别在推荐 预定是怎么样 运用Adalessian 我们运用到 Jira的Service Management Jira的Work Management 然后我们也运用到 Jira的Access 来做Single Sign-On 就是怎么样 再透过Jira的权限的 这些工具 来帮助我们在疫情期间 能够 能够应应到我们 非常非常不同 不同的一些使用的情境 好 那所以接下来 我就会开始 介绍一下 就是 比较像是有一点 说故事的方式 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在过去大概两年的时间 我们这个玉利是怎么样 导入这个Adalessian的一个过程 好 那首先 大家看一下这一页 因为基本上我是在 我是负责 玉利的IT部门 那我在两年前加入玉利的 两年半前 那我那时候加入公司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们的Member 这个他的一天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境 看到他每天的一开始 大概一坐到座位 那个电话就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 就是一直在处理User的问题 然后就会发现 那个最常 第一个打电话来 就是要做Ad账号的解锁 那这时候 我们的这个Member 就要进到 登录到Ad里面 然后输入他的Ad账号 然后去做Unlock的动作 然后也有修电脑的 也有买软件的 然后这个时候 除了电话之外 也要checkemail 就发现 又有User进来说 又要做Ad账号的解锁 然后又要申请VPN的也来了 然后电话又来了 这时候有同人 Ad账号密码 忘记了 或者是那个试了三次 已经被试了三次 还是不成功 所以需要来从事 这个Ad账号密码 这时候 大概通常到了这个 10点11点的时候 我们这个Member 就会开始把电话 就会拿起来 他就会不想再接电话了 因为电话真的接不完 所以就干脆不接 那这个时候User就会直接冲到他的座位旁边来 就有时候就爆电脑来啊 或者说就跑过来说 怎么都不接电话 然后这个时候又要解锁了 那所以就会发现说 好像这个从早到晚 就是会有一些重复的 重复的这个需求一直发生 我们就发现 哇 他好像花很多时间在做解锁 然后一会是电话 一会是email 然后User可能又会直接冲到IT办公室 然后呢 结果我可能到了这个 时不时就跑去问一下说 那个前天的那个case 前几天的case到底出得怎么样 这时候他又恍然大悟 就因为老板交办的事情 他早就忘了 那最后等到旁边的 发现这个负责这个AP team AP team的同仁可以准时下班 就他就只能去目送同仁下班 非常的非常的悲催 那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 在座如果也有IT的同仁的话 应该对于这样的场景 应该不陌生 所以我大概就是观察了 观察了大概这个几天之后 我就觉得说 OK 这个应该是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用Jira来 这个来帮助 来帮助我的工程师 基本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真的就是非常适合用 Jira Service Management 的一些使用的情境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常说 就是这个Jira Jira他这个工具 就Jira Service Management 他真的是可以拯救 我们IT人的一天 就刚刚看到的那个情境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那我这边大概 我待会会根据这三个 我大概把JSM JSM 其实这里面也有包含一些 JWM 就是Jira Work Management 那基本上 他的功能里面 我列出来 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包含三块 一个是基本功能 然后是再来是进阶功能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Jira最棒的地方是 他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Ecosystem 一个生态系 所以 有些功能是可以透过第三方的APP 来找到一些Solution 那当然在找这个Solution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发现说 这个功能明明就很重要 也非常需要使用 为什么Jira就不把它 纳入这个基本 这个标准功能呢 那这个我想应该也是很多 Jira用户的心声 那这边我发现 其实我发现我的眼光还蛮准 因为我在列出来这些Tour里面 有两个后来就在这两个期间 就被Jira给并购 好 那在基本功能的部分呢 我想那个JSM JSM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有别于这个Jira Software 跟Jira Work Management 就是JSM 就是Jira Service Management 它除了我们的Agent 也就是我们的有账号的User 使用的一个界面之外 它还提供了一个Customer Portal 那因为JSM本身的定位 最早它就是用来做这个Service Desk 就是IT的Help Desk 那IT的Help Desk 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 它希望是让User自己来报案 而不是让IT同仁 要去把这个Case 或者是这个Request 一个一个分达进去 因为通常在这个Service Desk的 这个情境里面 其实基本上 我们的IT的同仁 要面对的可能是成千上百 甚至上万的User 那你真的没有办法让 没有办法帮User 一个一个key进去 所以JSM它 基本的设计就是 可以让User可以自助报案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Customer Portal 那这个Customer Portal呢 它除了电脑板之外 然后它也有 当然都有支援RWD 所以也可以用手机 用手机就可以报案 那它有APP 那通常我们的User 不太需要用到APP 因为APP主要还是让 这个内部的同仁 就让IT来用的机会比较多 那所以对User来说 它可以直接用这个Web 用电脑就可以自助报案 然后可以用手机填单 手机它的那个界面 操作界面也相当的 那个UiUX的体验也相当不错 那单子填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 这个专案里面的一些设定 做到自动的派工 我可以去设定说 不同的Service Request 不同的Request 派给不同的同仁 我也可以根据工作地点 例如说像我们公司 是有在台北桃园台中高 高雄都有办公室 那我也可以根据 今天这个User的这个工作地点 他可以在填单的时候 选择他的工作地点 我来指定要派工给哪一位同仁 那再来还有Wallflow 那Wallflow我想是 这种所谓的这个工作流程 管理的工具 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所以我可以去设计 根据不同的表单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Request的类型 我来决定说我今天 这一个Tiki进来之后 这个Request进来之后 我要经过哪些步骤 那在GR里面主要是透过状态 Status跟Transition 这两个物件吧 来控制这个Workflow 那在GR Service Management里面 它的Workflow又再多了一个Approval的功能 那这个我想在JSMS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 User的Request进来之后 通常我们 并不是 并不是所有的Request 都是马上要被指数 因为有时候还是需要审核的 那这时候通常就会是 由我这边来做审核 那通常审核可能就 就牵涉到可能是跟一些资源的配置 或者是跟公司的一些policy的规范有关 例如说今天要做电脑软硬体的请采购 又或者是做一些资安规范的一些特殊申请 这些都是需要做审核的 那这时候就可以搭配这个Approval 那再来Email呢 我们可以选这张当然是很基本 就是说今天一个Ticket进来 要通知到哪些人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还可以设定一些SLA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Ticket进来 可能超过了几天没有被处理 我可能就要去发送一个 那个Reminder的这个信件 又或者是说我可以去订阅一些Report 都可以透过Email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满意度调查 就是当我结案的时候 他可以系统可以自动发一个满意度调查 给我们的这个User 然后他就可以给1到5颗星 然后可以写一些comment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在 这个IT部门 在这个提供我们的IT Service的时候 一些很重要也很基本的一些功能 那Gira在这方面的功能都非常的完善 那再来讲到进阶功能 进阶功能就是 第一个就是Automation 那因为Automation也是算是Gira近几年有在 它应该是有在透过并购 并购一些S-A-Party的功能 然后不算再持续经济这个功能 所以可以进一步的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以前的Automation可能 顶多只能做到我单子进来 我可以Auto Assign给谁 那现在Automation几乎 什么事都可以做 就是你可以定义说 我在建立单子的时候 建立一个Ticket的时候 系统要去做哪些处理 又或者是说我今天在 这个根据 根据不同的阶段 我要去换个单位去做设定 或者去做状态去做改变 或者是再加入一些复杂的逻辑 这些都可以透过Automation来做到 那等一下我可以也可以 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个例子 那再来这个进阶功能 里面的第二个是 定时跟吹的报表 那这边我待会会介绍的是 透过这个Filter跟Subscription 也就是Filter 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是我可以去定义一些 查询的经常查询的一些逻辑 然后把它储存成一个Filter 那出生成Filter之后 我就可以透过订阅的功能 我就可以定时收到 定时收到这个查询的报表的结果 透过email的方式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好用的功能 那当我们也可以做到 把它做成一个 设计成一个激吹的报表 就让它发送给需要被激吹的人 这个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在Dashboard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我想对于管理者来说 我一定会需要知道 到底我今天 到底我们有多少的Case进来 那这些Case到底是 到底是它的统计 它到底是都是哪几类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处理状况怎么样 那在GR里面 它这个Dashboard就是透过一个Dragon Drop的方式 可以非常简易的 也可以搭配这个Built的功能 可以做出来我们所需要的一些 提供给我们在做这个管理面 方便我们去做管理的一些报表 好 那第三方APP 因为那个这个在Atlantic Marketplace上面的APP 实在太多了 那那个我本身也踹了不少 那我今天特别分享这六个 这六个是我认为非常好用的 那我在几乎我在不同的专案里面都会常常使用它 那我接下来都会用办理来说明 第一个我想就是 ScriptRunner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它可以去 透过Script的方式 可以去做一些比较进阶的 类似程式化的一些处理 那我们在我们公司 是用来做呼叫外部的API 非常好用 那再来就是Table Grid 我想大家其实在填表单 在设计表单的时候 常常会会 其实有点痛苦 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表单 它其实很像Excel 就是我其实需要user去填一个表格 可是GR的这个Field的设计 它就是一个 它基本上我们设计出来的表单 它就是从上往下 一路往下折 然后一个栏位就是一个 一个栏位是一个属性 就是它没有办法让你去维护一张Table 像Excel这种Bread 那所以就有一个第三化APP叫Table Grid 那这个功能虽然有点阳春 但是基本上还算是可以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接下来两个就是我刚提到 就是在我使用的期间 它就被Adelanian给并购 一个是Insight 做资产管理 我相信好像之前 之前应该也有 也有这个朋友有分享过 然后在我们的社群的LINE群组里面 也有朋友 这个伙伴对这一块 其实研究很深入 那我们这边主要是用来做资产管理 就是管理我们的一些电脑或者是这个WiFi机 或者是这个这个USB硬碟等等 那还有一块是签入式的表单 Proforma Forms 就是也是一样它能够提供一些就是进阶的 因为在Gira的表单里面 基本上还是就是一个栏位一个栏位 但是我可能会需要 当我栏位比较多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设计 我可能有一个表格 可能我要填一个Ticket 我可能会有好几个表格 或者是我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我要去选择不同的表格来填 那这个Proforma Forms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它现在已经被Adelanian并购了 那再来就是一个查询外部资料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 这个我主要是应用在下拉式的选单 就是这个Cascade的这个Selecting 那我们知道我们当然是可以直接在这个Gira里面 去维护下拉式选单的背景 但是当我的下拉式选单是动态的情况 动态情况的时候 那个你就没有办法 你可能除了那个为了避免 你要常常到后台去维护那个表达的没有 那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让它直接到去存取一个外部的资料铺 那这个APP叫做External Data 它就可以透过这个 透过你可以透过JSync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透过JDBC或是ODBC的方式 直接去连一个资料源 最后一个APP是跟Teams的整合 那因为避免是用这个是微软的Site 所以我们公司内部都是用Microsoft的 都是用Office 365 那在Teams在Office 365里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协同合作的工具 那所以我们每天同仁他不一定会开着GR 但是他一定会开着Teams 所以我想透过Teams整合到GR 也是提供的一个协作的功能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今天可能不会特别的介绍 因为可能它的使用情境就像是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把GR整合到Slack 或GR整合到Teams 或GR整合到任何的这种协同中的工具 那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更容易的 让我们的user能够更及时的更方便的 在各种不同的平台上面使用到Gira 然后能够跟这个同仁 相关的同仁去做协作 好那我想那个这一页大概就是会cover了 我接下来讲的所有的内容 我大概就先跟大家一些overview 那我先停在这边一下下 刚刚是文明有 有我们有好多问题 现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已经有四个问题了 那我们从游戏资源可以先问一下吗 好好好可以 第一个是Perfuma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Table Grid 是这样念的吗 对Table Grid 这是第一个问题吗 是然后那我还得我把问题念 没关系我一个个回答好了 答案是不行 对因为Perfuma PerfumaFarms大家用的人应该比较多了 那基本上它还是一个栏位一个栏位 它只是说我可以把多个栏位 我可以把它设计成 集合成一个表单 一个form 所以我可以一次 例如说 就像是我今天可能要填一个报名表 好了 这个报名表里面有20个栏位 那所以我可以在我的这个 我可以在我的这个service request里面 我就插入这张表单 所以我就可以让我的user 就是直接去填这20个栏位 那另外一个情境是 我可以在后台 我可以在service 我可以在gera work management 就是当我的agent可能要去 例如说我今天我call center 其实我等一下 我们的使用案例就在call center 我们call center 当他接到这个客户的来电 他要去输入一个 就是可能客户透过email或者是电话 提供他的基本资料的时候 要做报名 那这时候我就调出来一个 我就在performer forms里面 设计一个报名表 报名表拉出来 可能就是20个栏位 然后我就在这里 在这个报名表里面 去填这20个栏位 但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好处 就是在performer forms里面的这些栏位 它不一定需要被设定成 gera的custom build 我想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因为我们在gera里面 你只要要 这个要让user要去输入栏位的话 你就一定要把它设定成custom build 那performer forms可以不需要 它可以让他这个 只是单纯把这个资料 capture在这个form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mapping到 那个custom build 但是当我们栏位一多 因为我们那个call center 它的一张表格 有100多个栏位 它有点像是问卷 那我要把这100多个栏位 全部设计成custom build 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想这个回答刚刚第一个问题 好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 Kira姐姐 workflow里的对象 是将特定对象之给角色吗 有没有试过结合堵支 或者类堵支签合呢 这个功能 这个之前好像那个 我记得有一位大大应该有提供过solution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 Kira的workflow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 非常简易的workflow 而且它的签合 原则上也都只是 指定的指定人的签合 那所以它就是 其实不太适用在我们公司内部 要按照组织层级的那种签合 这个基本上很难做到 那 你可以稍微做的复杂一点点 就是动态的 动态的那个approver 你可能可以透过 script的方式 你可能可以根据某个栏位来决定 这个单子的approver是谁 但是 它比较难做到 按照组织架构 组织层级的这个 这个签合 合决权限 那之前有位大大应该有分享过 透过insight 透过insight 对 它这个也是很 这个应该我也是有一次有看过 就是原厂原厂那个有个webinar webinar 应该是insight原厂有个webinar 他就有分享过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你把 你把组织层级 就是你把人 你把人当成asset 然后去设定人跟主管之间的 员工跟主管之间的关系 然后透过这个关系 然后去 去 那个 去拉你的那个approver 那我想这个之前 这个应该 这个是可行的 但是我没有这样试过 因为我们会放在GR里面的签盒 都不会是那种太复杂的 然后公司的那种 公司的那个电子签盒流程 我也没有放在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那就是在Tony 有一位Tony大大 他就说他就是用insight 那他有一个问题 他说 我刚说的 我记得就是Tony 对 他也在这里 要如何在 他的问题是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要如何在JSN Cloud 产生insight的reports 其实他有一个是那个学长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那个最后再问就好了 没有啊 不是 学长问说 阿博哥怎么成为经纪人100MVP 我想那个Tony大大 那个insight我应该比较熟 就是那个insight我用的不多 insight我单纯就是用它来管 管我的那个管我们的IT资产而已 然后我之所以要用insight的目的是 我把它跟我的表单做结合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做这个 备用机的借用 就是我们IT有 我们会提供备用电脑 我们会有这个Wi-Fi机 就是我把这些资源建立在insight之后 然后结合我的这个service request 这个service management的表单 然后我在这个 他要借备用机的时候进来 我就可以去选择 我今天要借哪一台电脑给他 我就可以在里面去连结到insight里面的这些insight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一些蛮贴心的设计 那至于说那个表 对表单那个报表 报表我这边就没有用到太多 好谢谢二伦哥 那我们继续往下吗 好那我们继续哦 好 OK 好那第一页我们看 我不知道上面字有没有被挡到 有看到 JSN Constop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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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做的这个 就是我在快两年前 两年前 两年前我们导入这个GR service management 我记得那时候还叫GR service desk 好那我们也是经历他原来叫 原来叫JSN 后来改名叫GR service management 好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customer portal 那customer portal呢就是让我们的user直接就连到这个网站 好直接连到这个网站 然后他就可以去选择他要填的表单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取的这个名字就是一起帮忙解决难题 拯救玉利人的一天 在IT帮帮忙 所以现在在我们公司只要一提到IT帮帮忙 大概没有人不知道 大家只要一听到有问题 就是上网站填单 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feature 就是你会发现说 这个customer portal它是可以不需要login 那我觉得这个feature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你如果一定要userlogin 才能够填单 我觉得 我觉得第一个就会降低他的使用的意愿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密码会忘记 对啊 你可能密码忘记 密码 他应该说第一个啦 他会觉得 我还要先先输入账号密码 才能够填单 就会很麻烦 那我干脆还是email 还是打电话就好 再来第二个我刚刚提过 我们同仁最常提的request的就是 账号被被锁 或者是他的密码忘记 那当他密码忘记的 你又怎么样 都要他要登入了之后才能填单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那个JSM这个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但他事实上他 他default是要登入的 所以他在后台 后台里面 有一个选项要去把它enable起来 让他可以去做anonymous的login 所以而且他可以是摆project去设定 就是我在JSM里面 我可以有好几个project 我可以去摆不同的project 去设定 我这个project A要登入的 project B不需要登入 project C要登入 所以今天我如果没有登入的时候 我进来可能会看到三个project 但是我如果登入了之后 我可能就会看到五个project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其实我们公司大概有800位员工 大概几乎大概有700多位 到现在他们都没有登入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很习惯 就是我就是连到这边 我就是直接来报案 而且也很习惯 很多人就直接就用手机报案 用手机报案 所以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对于这个 这个user experience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好 那再来我们讲到Wallflow 那Wallflow这边就是 我刚刚提到就是 在GRA里面 这个是我在后台设定 Wallflow的一个界面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单纯的 如果今天一个service request的进来 然后是需要一个approval 那我就设定成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request进来之后 它会先进到一个waiting for approval 那这个时候 系统就会把这个单纯 系统就会通知给 我这里面设定的这个approver approver就可以上这个系统来做 这个approved或者是decline 然后就会走下面走不同的路 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approved了 就会走到这个waiting for support 然后那个waiting for support 这个然后接下来就会assign给某个agent 那这个agent接案了之后 就会把状态变成in progress 那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案子还需要report到我们的sector line 因为我们是外商 所以我们的二线在菲律宾 所以我就会把这个case 我会在这个escalate到我们的这个在菲律宾的团队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gira只有在local用 所以这边我可能就是状态做的改变 状态做的改变 但是ticket我们并没有直接assign给 那个assign给我们的regional的IT 那这时候等到我们regional的同仁也处理完之后呢 那这是我们的agent再把状态变成是waiting for customer 这时候就是通知我们的user已经完工了 完工了之后这时候user就可以填这个满意度调查 然后做结案的动作 就可以就到result 所以这个整个流程都可以设计在这个 设计在这个workflow里面 那我们看到右上角这一个画面呢 是这应该算是比较新的功能 我记得应该可能应该是今年才有的吧 就是他现在的approver呢 也是有一个选项选了之后 他是可以他会寄信给approver 然后这个approver呢 在email里面就会出现这两个button 一个是approve一个是decline 所以他就直接可以在email里面去点 是approved还是decline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还蛮贴心的设计 不然以往可能 我记得之前是会通知我 有一个需求需要我核准 那我还要再连到gira里面 去做核准的动作 那现在是直接在email里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做了一半 就是我点了approved之后 他是直接把我带到那个customer portal 然后就直接做完核准 但是我还是会被带到那个web去 并不是直接在email里面 我就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 因为有的系统 他的email的approved或是decline 他是直接会发一个email 他是直接自动发一个email 回到gira 可能就直接把这个流程 就就就就处理掉往下走 但现在这个JSM的设计是 他还是会 我点了这个approved或是decline之后 他还是会把我带到 带到customer portal 然后再让我再做一次confirm的动作 好 所以这个是那个结合approval功能的 这个workflow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范例 好 那我再往下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右上角这个 现在email里面有这个approval的功能 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留言哦 不过现在没有 好 哎呦 好这就我刚提到那个 那个客户满意度调查 就是我刚提到就是 系统在结案的时候 今天我如果进到这个进到这个tiki进到结案呢 我可以去设定系统会去发一个customer certificate 客户满意度调查的信给我们的user 那这边呢他可以去设计说 哎我这个满意度调查 我里面的一些working 然后也可以设定一些question 我记得好像不能够设计什么问题 因为有时候可能满意度调查 可能我希望你回答三个问题 那但是在这个预设的这个 嗯 这一生预设的满意度调查里面 应该是只有 应该是可以做rating 就是打1到5颗西音 然后让他去写common 那那我觉得我特别特别讲这个功能 就是我觉得这个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但是其实对对于我们IT来说 就是看到这个user对我们的这些回馈 可以看到说哇你看 我们过去14天平均平均4.9颗星 那我们的user对我们的这个服务 都是非常正面的评价 那我有时候就会 进到这个画面 进到后台 把这里面的这个这些user 这些回馈 分享给我的同事 分享给我们的工程师 我觉得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吉利的效果 那虽然说也 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去promote 希望大家 因为我们没有用这个来当绩效 因为有的公司可能会 有的公司可能会要求 就是可能这个几颗星 可能就是这个跟我们同仁的这个这个这个绩效有关 那我现在没有这样用 那我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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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的一个一个方式 那同仁看到这个就觉得哇他这个他们会更乐意 更乐意去提供更好的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user 我觉得这是一个买正向的循环 那我之前也曾经有 我知道有有三派体的这个APP是可以 可以让这个客户满意度调查做的比较复杂一点 做的比较完整一点 它是可以设计不同的问题 它可以设计不同的问题 然后每个问题 你可能是让他去有有选项的啊 还是要打几颗星也可以 那也可以设定说 我在什么时候要发出这个这个客户满意度调查 是有这个APP的 那大家可以去准备一下 咦 好 我们现在有一则留言 嗯 大家说没有Approve的问题 如果现在的治安觉得如果转信给别人直接透过信件点击就可以Approve 会有疑虑 嗯 这算这是一个问题吗 嗯 嗯 嗯 对啊 我觉得我有点 因为我没有去测试过 他今天这个forward出去 forward出去是不是还可以点 是不是还可以那个 是不是还可以核准 我也许这个可能就是 他那个GR现在设计就是 我点了之后还是要连到那个 连到那个customer portal login之后才能过 做Approve 哦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他的 他的他是可能是问题还是comment 应该是comment 对对对对 如果是直接就发信就可以的话 那可能就啊 我可能转个信我就可以直接Approve 哎呦 我也觉得IT是很需要鼓励的 真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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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讲到Automation 那Automation就我刚刚提到 Automation它的设计 就它的逻辑比较像是说 呃 你先定义呃有点像是 if then else 就是那个RFTT的 if this then that 那所以在那个Automation的这个后台的这个画面里面呢 你可以去完全去克制 克制一个就是哎当你有什么 以后的这个Event吗 就是你 那例如说你的这个Event是哦 当我在issue create的时候 Then我要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我在issue 这个issue被update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事情 又或者是当我从这个in progress 进到resolve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ifttp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我这边分享一个就是 呃这个是它那个Automation里面 它有预设的一个 一个 一个功能哦 哎我觉得 还蛮有蛮有意思哦 可能不一定大家都都用得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意思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organization assign out issue 然后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reporter的email的domain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这个应用在JSM的这个场景里面 那JSM呢 它除了透过customer portal可以create ticket之外 它也可以透过email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JSM里面 我可以每一个专案 呃 它应该是一个 一个专案对 一个专案我可以设定一个email address 然后我只要把这个email address share给我的user 我的user就可以直接把他的request 只要寄到这个email 他就可以自动自动成案 自动create一个ticket 那在这个在JR里面呢 有一个栏位叫做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大家可以把它想到它就有点像是company 然后就是今天我如果company或者是部门 我这边举的例子是像是company 假设我今天做的这个JR service 我这个JSM的这个project 是在提供有点像是这个客服信箱 然后是让我的外部客户 外部客户都可以寄信到这个客服信箱的话 那它可能会来自于不同的公司 有没有A公司 B公司 C公司 那这个A公司里面又有好几个公司 都会使用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服信箱 那这边的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organization 所以这边就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organization叫Zulik Barma 就是我们公司 所以我们公司的同仁如果寄信过来的话 他的organization就会是Zulik Barma 但是这个organization他不是 他通常他没有办法自动建立 他都要我们自动 我可能根据我知道这个客户是谁 然后我去设定他的这个 我再去设定这个organization 但是这个organization是跟着Ticket的 就是我这个Ticket 这个Ticket它是属于哪一个organization 所以这个automation的功能就是 他可以根据今天你寄信来的 你今天可能寄信来的是这个ABC 这个email是abc.com 他就会自动把abc.com assign到这个Ticket的organization的栏 那这个有什么用途呢 就是今天我如果在Ticket里面设定了这个organization的栏位之后呢 他就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全线管控 他就可以去限制说今天这个Ticket呢 只有跟这个organization同样属于同一个organization的user 他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所有在Rulifarma.com下面的所有的ticket 所以我可以看到说现在Rulifarma下面 我们在这个JSM的这个customer里面 我可以去设定在Rulifarma下面有这些user 所以一旦我今天把Ticket的organization设定成Rulifarma之后 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Amy啊或者是Ariel啊 这些user呢 他能够看到这个Rulifarma里面 任何一个customer所create的这个Ticket 他都能够看到 也就是大家可以share的这个概念 所以大家这个使用情境其实蛮特别 也就是说他可以做到不是只有说 我今天不是只有A寸密的Ticket 只有A能够看到 他可以做到说今天我在这个公司里面 可能有ABC三个人 然后ABC三个人 他们可能寸密了100个Ticket 那这100个Ticket 也是这ABC三个人通通都能够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使用情境是属于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透过结合这个automation 结合这个他可以自动把这个organization assign到这个issue 然后同时呢 再去结合这个我去设定今天这个customer 跟organization的这个organization的这个同属的关系 我就可以做到 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他还有一个更贴心的地方 就是但是有的时候啊 我可能create的这个issue啊 我还是希望只有我自己看到 我不要给别人看到 所以我在customer portal去create issue的时候 他事实上是有一个选项的哦 他有一个选项是说 我要不要share给 在我同一个组织里面的其他人 我可以选择我可以share或是不要share 然后选了这个设定下去之后 他基本上这个Ticket就会 还是只有这个request的看到 其他人不会看到哦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 当初我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也还蛮surprise的 就是哇这个设计的 其实还蛮还蛮细的哦 这个一定也是累积了很多使用者的经验 跟这个一些使用者的回馈 他才会设计出这个 其实是蛮贴心的功能 也是蛮符合我们实际 那我我我之所以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功能是 实际上我们是真的有提供一个客服信箱 给我们外部的这个外部的客户 那我们的外部客户 基本上他们是一定不能够 每一家公司一定是不能够看到不同公司的Ticket 可是呢 他们同一个公司是希望能够去share 彼此之间的这个这个这个Ticket 所以刚好用这个功能可以派上楼下 OK 好那这个讲的比较 刚刚这个Case有一点点复杂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帮助大家理解 哦 我有点听懂 好 那那我想这个有有兴趣的 有兴趣 我是尽量把画面也贴出来 那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知道更西部怎么操作 那个大家那个那个会后可以可以再做一些交流 我可以这个 对再做一些step by step的sharing都可以 好 那大家如果有那个有这个想想需要的话 就欢迎在那个聊天室留言哦 嗯 嗯 好 再来哦 就是 嗯 我们讲到那个 嗯 其实刚刚automation已经进到进阶功能 哦 那个进阶功能的第一个 那第二个进阶功能就是我提到的filter 跟 嗯 那 filter很简单 就是我我只要设定好这个查询条件 那这个大家应该也蛮眼熟吧 这就是这一口吧 这一口 那就是我要在filter那边我可以设定那个简单的查询 我可能就是下拉式的下拉式选单拉一拉就好 那如果要复杂一点点我可能就要写一段jql 哦 那 我想那个 gr的身为gr的那个用户哦 以及管理者你 一定不能不会去jql 哦 不能不会jql 哦 因为jql实在是很好用 哦 那那我这边要分享的是 哎 我刚提到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那个it的这个helpdesk 呃我们会定义这个sla 也就是说每一张单子进来之后 可能几天之内要要把它tose掉 要result掉 那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就要发出这个就要发出这个 就要发出那个激推的信 那第一个这当然可以透过sla来来做到 那我这边提的就是哎 我也可以透过filter 那这边我这边可以看到说哦 我就在这个isd这个专案里面 那只要它的状态哦 状态不是result哦 或是close 我就把它拉进来哦 然后以及呢 created是小于start update-4d 哦 也就是说他这个超过五天哦 超过五天前立的案子哦 然后现在还没有被close掉 我就要把它查询出来 那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and assignee的current user 这个小技这个技巧还蛮蛮特别的就是 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filter 这个查询条件呢 他只会显示current user 就是显示他只会查询出来 你现在现在的现在登录的是谁 现在登录的是谁他才会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他只会显示属于assignee是我的 assignee是我的案子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进来厂 我就只看到我的 好 那他还有一个 那再搭配subscription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我们只要按的按的在这个filter按的detail 好 然后就可以我可以去manage subscription 那我在manage subscription这边呢 我就可以把它assign给 好 我订阅我帮一个群组去做订阅 例如说ISD就是我们这个IT部门的所有的成员 那我帮这个群组里面去做订阅的之后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我是管理者 然后呢我帮 我帮我们这个ISD的群组去做订阅 然后让他在每个工作天的早上9点查询这个结果 然后寄出email 所以我的同仁呢就会在每天早上9点 他的email里面就会收到 只属于我的 只属于我自己的overview 那做到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 有下来这个assignee的current user的这个条件 所以我就可以去帮 我可以帮一群人去订阅这个 去订阅这个builder 订阅了之后 他每天只会收到 属于他自己的这个overview的这个issue的list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设计一些激吹的功能 那通常我也不希望去看到别人的overview的 看到别人overview的issue 我会觉得他们有barview 我只想看到属于我的 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可以从管理者 我可以自己去create一个filter create了之后 帮一个group去做订阅 让他们都只会收到 属于他自己的overview的这个issue ok 原来路 原来我以前每天早上收到的那个sign 就是这样设定的 你没有订阅为什么也会收到 对啊 好多没有完成的需求害怕 嘿嘿 好 那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dashbowl dashbowl 我想就是对dashbowl dashbowl算是我非常爱的一个功能 就我大概就每天上来看一下就好 就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到底这些case case来自于哪些部门啊 福祖最主要是哪些单位啊 然后这些case最多的又是那个分别是哪些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这统计过去就是过去两年 过去两年大概一万一万两千九百个case 里面有41个percent都是在处理这个解锁 用改密码 所以这个量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 这边等一下我就会分享到 那我们是用了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么大的一个量的这个request 因为你要用人 你换成了gear 但是你还是用人去处理的话 那还是很费工 那这边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创作 那再来就是这个统计图 这个一个柱状图 可以看到 过去一年 过去一年7000多个case 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 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趋势 你们有没有 要不要猜猜看为什么会讲这样 这是一个月一个月 因为SARS 爸爸因为疫情吗 你讲SARS就铺了也别 嘿嘿 对啊 没错 所以可以看到五六七 五六七三个月飙飙起来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疯了 哦 你们真的是那个IT医疗集团 因为我们是往下跌的 那三个月我们全部往下跌 真的吗 没有 因为我反哄啊 所以同仁 就 应该是说那一段时间又多了一些额外的需求 好辛苦 对 又或者是说 他就更 他就更必须要依赖这个GR来报案 因为他可能 打电话不会有人接嘛 然后 也不可能直接冲到IT办公室嘛 远距办公好帮手 对对对 所以 所以我们 就是在这个 卧房红的期间 我们的 我们的 完全不受到影响 哎 我发现我只剩三半钟 哎 好我赶快要加速一下 加油 我们 不然我们开下集 我们还可以开下集 好 好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我们这个创局 就是 我刚讲到就是 我们要 要解锁 要 改密码 这个如果还要人去做的话 你看我 我那个41% 还是要用人工去处理 所以我这边我们就结合了 我这时候已经进到Separty的APP 我们用到就是 ScriptRunner 那ScriptRunner呢 它是可以去透 它是可以去呼叫一个外部的API 所以 我就把我们的这个解锁跟改密码的这个功能写成一支API 然后呢设定成我只要填的这个单子 按了Send 之后 他只要输入账号 只要输入账号 那如果要改密码的话 他还要输入一个可以接收新密码的email 你不可能寄到原来的email 所以他要告诉我另外一个email 他可能是私人的email 或是同事的email 所以 接下来呢 我就再结合我的Wallflow 我在Wallflow里面 他可以去设定我的post function 那post function可以去 去新增一个ScriptRunner的一个post function 那在这个ScriptRunner的post function里面呢 我再去写一段script 就是我去抓我这个issue里面的ADAccount ADAccount这个栏位 然后把这个栏位呢 写到这个 把这个栏位 那个去组成一个 一串那个HTML 所以 组成一个 这个HTTP的一个request 他事实上就去call一个 那个JSON的 一个API 然后 就可以自动解锁了 所以 包含解锁 包含改密码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 Fully Automation 完全不需要人工接入 但是而且我们没有告诉我们的user 是完全用自动的 所以我们的user都觉得非常的surprise 就是觉得我们7天24小时 这个假日还是那个下班时间 随时提request 都有人直接帮他解锁跟改密码 就对我们IT非常的佩服 但其实我没有告诉他 其实我们整个都是用Fully Automation 就是透过这个 透过Wallflow加上ScriptRunner 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那这个密集分享给大家 好 那再来就是Table Grid Table Grid 我想应该比较少人用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Customer Hall 里面有一个就是做电脑请购 那电脑请购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提供一个表格 让他去填写 那基本上他 他要去填他的这个成本中心 功耗 然后他要选择的这个电脑的规格是什么 然后他可以自动 就可以自动带一些讯息进来 那再来就是 那这个流程事实上是要跨好几个部门 因为以User来说他可能就是填到品名 他会填到品名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经过 IT 会经过财务 会经过采购 还会经过Vendor 会把这些 Information陆续把它填进来 那所以 这个 所以基本上 这个表格呢 他就是会留在这个 这个issue里面 所以我今天就不需要再去另外 define任何的customer field 来储存这些Information 你就把它当做 他就是留在这个单子里面的一个 一个grid 一个grid 一个表格式的一个资料 就留在这个单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 对于这种表格式的资料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用的 那这个case呢 我特别讲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单子 算是跨最多部门 所以今天user填单进来之后 会先到我这边 我会去做核准的动作 那我核准了之后呢 我会assign给我们会计 所以我们的会计 也有一个agent帐号 那会计呢 就会去 去建立财编 他就会把这个assign number 填到这个grid里面来 那有了这个info 还有IO number 这是一些跟ERP相关的 那接下来呢 他会再assign回给我们IT的负责采购的通人 那我IT采购通人 就会上我们的采购市场去开PR 就是请购单 然后开了之后 那会把这个PR单填回到这个GR的issue里面 然后这时候再把这个ticket 再assign给我们的vendor 所以我们也有帮我们的这个vendor create一个GR帐号 所以这个vendor他就会收到通知 说今天有一笔订单 要有一笔这个电脑的请购单 那接下来他就会去做备货的动作 那当他出货的时候 他就会在UR里面再去update他的交期 然后并且把这个单子再assign 回来给我们的IT 那我们IT 那个最后收到货了之后 就会再请user去做验收 验收了之后会再请vendor 接下来就会通知vendor 可以去做请款的动作 所以这时候vendor 就会把他的发票再寄来给 寄来我们公司 那我们就会去做 我们公司内部后续的请款跟指案 所以这个案子 所以这个case算是就是经过 算是经过最多的不同的 跨最多的部门 来跨到内部跟外部 但是我还是我在讲就是 GR的Wallflow 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简易的Wallflow 所以这中间我们就是透过 那个状态的改变以及assignee 基本上都是一关接着一关 他们事先知道我接下来要assign给谁 并不是完全自动就按照我 按照我这边的步骤去爬 但是我想对于这种 本来就是需要协作的这种流程来说 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OK 好那这是Table Glue的部分 我可能要再加快一点点 我还剩下两个 好的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运用到insight做 做备用机 备用机的借用 我这边可能画面有点好 好我这边可能 好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 就是我们先填了单子之后 填了单子之后呢 他这边就可以去看到说 我有哪些备用机可以选 那为什么可以看得到这些备用机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insight里面 在这个insight里面呢 我有 我这个上面看到的这个就是insight的画面 我在insight里面 去建立一个一个的asset 那这些asset我会去自己定义 我针对这些asset我要哪些属性 例如说我这个资产编号电脑名称 然后他是笔电还是桌机 然后他现在的状态 重点是这个状态 状态现在是已借出还是可借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gira的issue里面去选择 我要借用的是哪一台 好那一旦我这边请你 假设我今天借用的是这个1462的话 OK 好我今天假设我在这个单子里面 我设定借用的是1462 然后我再把状态update成已借出 那insight他有一个功能 他会把这张 他会把这一个asset跟表单把它绑定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 这个14091这一张issue的 这个issue里面去选定了这个asset 所以他就在系统就自动把我这个asset 跟这张表单把它绑定在一起 所以我就可以去做一个double check 我一方面我可以在表单上面看到 我选的是哪一个asset 我也可以在asset这边看到 我绑定的是哪一张表单 我是在哪一个表单里面被借账的 那他还有一个设定就是 今天如果你的这个issue是unresolved 只要不是resolved的状态 他这个linkage就会存在 那一旦你这个案子 你这张issueclose的或是resolved的 他这个linkage就会 他这个linkage就会把它断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初我们会用insight 来做资产管理 然后跟GR表单去做结合 主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情境 那我是觉得是还还蛮方便的 但是但是他有一个还是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状态就是我我只能把它跟我的issue单绑在一起 可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去变更 没有办法直接在我的issue里面去变更我的asset的状态 所以变成说我还是要进到这个insight里面 去把这个asset找出来 去把他的status从这个可借改成已借出 所以这个他还是在在联动上面没有办法做 但是因为使用情境太多了 因为这个像这个status也是一个客制的栏位 所以所以我觉得他是保留的一些弹性 那当然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那么的完美了 那就像之前的Tony可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用法都是用这个insight来管我们的资产 那你事实上也可以把人当资产 你可以把任何东西当资产 你可以把它 其实他就很像是一个CMBB 就是一个这个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atabase 你把任何你需要 甚至你也可以把这个你的系统设定 你也可以把它维护在这里面 或是把你的合约也可以维护在这里 所以他就是提供了一个 等于是GR一个可以客制化的一个资料库 当然去做管理 好那我们剩下最后 好剩下最后两个不好意思 好我再讲快一点 这个是我今天唯一分享的一个JWM 就是我们用了Jira work management 来做一个CRM的系统 给我们的一个code center 那么code center呢 他基本上就是 他会接受到user的一些申请的按键 然后接下来呢 他会去那个call out 他会有first call,second call 他会有welcome call,call to call 3 然后他就在这里面去记录他每一个call的这个detail 以及每一个customer的一些detail的information 好那我这边要分享的是 我们在这边应用的两个plugin 一个是external data 一个就是performer form 那这个performer form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当我在Jira work management 因为这个都是agent的画面 因为Jira work management 就没有customer portal 所以今天我们的call center的同仁 接到案子或者是 收到这个申请的表单 接下来他要把这些内容把它key到这个gr里面来 所以他就会去create一个form 因为他这边就有一个叫做 并有个人资料集结系概括 那这个form 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就是一个空白的表格 那我们在这个实例里面 他这个表格里面有100多个栏位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就是点一个add add the form之后 add the form之后 他就会 sorry 这边我画面可能少了一页 没关系 他add the form之后呢 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就会看到专案编号 收件日期 收案日期 姓名等等 接下来他就可以开始在这边 一个栏位一个栏位的去填 那填完这个表格之后 按serve 所以这个表格的 这个100多个栏位 就会存在这个issue里面 他会跟着这个issue走 那这个表格我同样也可以再叫出来做修改 那这100多个栏位 那这100多个栏位 我们也不用去另外定义 customer build 去储存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performer forms很适合我们在这样的情境 那左边看到这个就是他的设计的画面 我在他的build time的时候呢 我就去设计我要哪些栏位 那这个栏位它是text build 还是一个date 还是一个check box 基本上我就可以 它的操作其实很像microsoft的form 或是google form 那也就是说我把这个表单设计好之后 我就把它进入到这个issue里面 我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使用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它基本上就还是一个栏位一个栏位 它没有table grid的这个 它没有table grid的这种这个文件 那performer forms还有一个好处是 我除了拉表拉栏位之外 我还可以贴文字 我可以贴断层文字 或是贴图都可以 这个也补足了在那个JSM里面 JSM里面就是我们的customer form customer portal上面的那个request form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写太多东西 然后而且你很难去做一些图文并茂 那你在proponer form里面 你可以当作你就是去可以 编辑一个这个图文并茂的一个一个form 然后把它迁到GR里面去 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它的功能真的还不错 所以这是为什么Atlasian 已经在今年把它并购 好最后 最后的最后 就是一个external data 那这个external data 我们的用法是 因为我要去 就同样的case 我们要去选择 因为它这个是跟那个病 这个我们的病患照顾有关 然后他要去买药 所以我要告诉他 他要去哪一个这个 哪一个县 哪一个县市的哪一个药局 哪一个药局可以去买到他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维护 他今天是透过哪一个通路 他可能是这个信医 还是药师 连锁药局 还是大树药局 然后是在哪一个县市 是在county 然后下面这两个就是要把 因为我们有上万家 上万家的药局 所以就是 所以我这个是 这些资料 我是存在一个外部的资料库 存在一个外部资料库 我们实际上是存在Ager的database 那我在Ager database之后 然后我透过这个external data 我透过这个external data 我跟这个外部资料库 做好设定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通路以及country ,变成我在GR 里面的下拉市选单 所以最后我就可以变成说 我在填这个ticket的时候 我这个channel 这边是一个下拉市选单 我的county 是一个下拉市选单 然后我可以做到说 我根据我的channel跟county 又变成一个查询条件 去查询出来说 我在屏东县的HP 这个通路下面 有哪些医院 有哪些医院或者是药局 然后我选择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选的这个 安泰医疗社团房 安泰医院之后 我还会把它相对应 SAPID跟MRID 把它写到 这个GR的这两个栏位 然后这个医院的名称 把它写到 得知计划机构跟通路名称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五个栏位 全部都是来自于外部的资料库 所以 对 都来自于外部的资料库 然后可以去做动态的调整 OK 好 那 最后 最后的最后就是那个 呃 只是分享一下我们 GRA不但应用在我们IT的场景 我们最后还应用在我们疫情期间 有一个疫情报告上 就是我们的访课调查都可以用到 好 好 那个时间有点超过 我想这个 最后我先停在这边 看看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谢谢 有的 谢谢 谢谢儿文 谢谢儿文哥 你辛苦了 代表大家 表示感谢鼓掌 好的 那我们想要开始问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来宾有发出两个问题来 嗯 一个是Tony Tony先生 Fireware有along outside in到贵司的database吗 database吗 哦 没有 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是在 我们这个database放在agent 啊 对 所以是直接 直接从 因为他是这样 他 他那个 external data 他也是个separate的 separate的 那个 那个 所以就是直接从 那个 external data 直接连到我们那个 那个agent database 所以这边是没有经过我们公司内部的firewall 哦 但是 但是 应该这么说啊 就是 但是有些公司 他的agent 他实际上还是有firewall 所以说假设 公司的IT 有在agent上面有enablefirewall 那这样的话 还是要请IT 要把那个firewall打开 因为 因为我的用法是直接走 1433 不好意思 就直接走1433去连 哦 所以那个 1433像po要扳开 但是他是用 他是用白名单 啦 所以他是有绑那个 绑 那个 那个 xml data 的IP 哦 他是要有一个 给一个网段 但他也可以透过JSAR 哦 所以比较安全的做法 就透过JSAR 用HTPS 这样子 所以 你的 Azoo 有 有 allowed 就是 在那边 因为Azure database 现在都要 也要 allowed 你今天的来源IP 所以 所以 那边 那边是要去 那边是要去 把那个paw 开给相对应的IP 好 谢谢 谢谢Ellen哥 那下面是应该是来宾的comment 他说已经转型把JSM整合内化CRM使用了 赞 谢谢 对 其实 那个 可以benchmark一下 就是我们原来那个部门 他们之前用 用做一套那个CRM可能要数十万 那我们这个用了JWM之后 它一年只要一万多块 所以是非常的发展 哇 真的耶 天呐 成本中心超爱 那 这边有Amy 她的问题 哦很长哦 超实用的分享 几点好奇 一 使用很多情境 是分阶段上限吗 从导路到上限大概花多久 需要 这个感觉是处理旧问题 单到JSM吗 这样的使用需要买多少的JRA帐号 还是哪些的 这个应该是什么 外外外 那插入的那个 那种什么 外挂 然后如果 SircleDB的费用是算用量 还是越固定月费 这样整合起来算每个月的费用大概多少 哇好深度 好 哎 我在讲我们的IT帮忙 我最早上就是IT帮忙 所以最低个一定是分阶段上 所以一定是先从 就是 呃 因为JSM她她的使用情绪 就是因为我们是IT部门 我就先从IT帮忙 我记得是2020年的3月 我是2020年的3月上限 那我大概是从2019年的年底开始用 所以我大概要花三个月了 那花三个月 那我IT内部先用 就是让我们的IT同仁先去习惯 要用这个系统来报案 因为 其实有时候最 最最最需要克服的是使用的习惯 其实不见得IT同仁就就爱用 他也 他可能也觉得我直接 电话 email来直接处理掉就好 我还要去create ticket麻烦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我会建议IT内部先使用 然后接下来再到外部去使用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 那一定都是我都会建议 而且我分享一下 我们开放给我们所有的用户去使用的时候 我没有做任何的教育训练 我直接就一个announcement 发给所有的同仁 就请大家即日起 开始用系统报案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JSM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没有做任何教育训练 大家就已经会用 所以我觉得系统就是要 Useability 就是要做到这一 因为它实在太简单 就跟填那个 Google phone Microsoft phone 那刚才提到说 所以后面可以看到 我后来还做了这个CIM的系统 或者是这个疫情通报站 其实它都是依序上来 但是只要不要太多的那个客制化的 不要太多的特殊功能的话 通常一个表单大概一周内 一周内一定可以上线 这个没有问题 那A卷的数量 我觉得也是从少到开始 就是看你的IT的人数 或者是A卷的人数 以JSM来说 就是一个A卷要一个账号 那我一开始一定是先从3人开始买 3个免费 然后接下来进到10人 所以我是先从3个人开始用 然后后来扩展到 我们全部IT都要使用的话 就买了10个User 那后来发现有些其他的部门也需要使用 我们刚才到像Country 然后HR也进来 所以我就逐步的扩充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买到25个User 那这样子的 那我想那个GR的费用 其实都很透明 它的费用大概就是可以这样 大概可以去算 那我都是用粘角的方式 粘角的方式买了25U 那至于说A卷的费用 那个很低啊 因为我A卷只用它SQL Database 那因为我的资料量很少 因为SQL Database 跟你的资料量 资料量有关 所以那个钱非常非常少 大概到还好 好那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到这边 好那 诶这个问题啊 我是不是能够之后发到社团里面 然后可能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蛮细的 然后感觉很多人在面临转型的时候 可能都会用到 我有点想要把它贴到社团 感觉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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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觉是一个分阶段转型的议题 好的那接下来往下哦 哇 这个大学生都来了 嗯但是 由于我们时间有限 请大家如果现在有问题 就尽快提问 那不尽快 就是欢迎提问 这个这个杨同学 杨同学OK啊 就是这个有我的email 可以直接跟我联络 他有你的email吗 就是发在 就在你的账号上 对对对 我刚刚封面有 也可以再提供给大家 好的 那原公司如果有各自的系统 会公司如何从原系统 决定要进入JSM来整合 我觉得 我觉得重点是要有系统 没有一定要用JSM 那其实以我们公司来说 原来也有系统 原来我记得用一个叫做 OR Ticket 对 所以 那个 对啊 所以 但是因为那 原来那个系统 它是个open source 那个 功能比较有限 再来我反而就是JSM的 这个爱用者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 不一定要用 那个 就是我认为 第一个一定要系统 第二个一定要有单一的系统 然后第三个就是 一定要让用者知道 你不用这个系统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最即时 最好的服务 这样子就可以逐步的 需求推广 有时候 有时候如果公司 好 没有没有没有 哎 下面那个问题跟疫苗有关 这个是不是email 会比较好 对啊对啊对啊 对 那 那之前如果其他的朋友 他们想问问题的话 还是他们可以给你发email 吗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好啊 那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那个分享 也差不多到一段落了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可能我们还没有 就可能你还有想问的 您可以看我们这个 俄文哥他的帐号与封面 有他的email 直接放在上面了 哇真是太宝贵了 大家赶快 大家赶快屯下来 对我觉得那个 很厉害 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啊 希望跟大家多交流 谢谢 好的今天也很荣幸 就是邀请到我们的俄文哥来分享 我也学到了好多 那也很高兴 今天跟大家一起参加活动 那如果大家就是没有问题 或者把email都存好了的话 那我们今天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哟 大家 那我们再就是可能倒数30秒 大家就是需要寄email的 趕快寄email 需要寄email的 趕快寄email 机会难得赶紧寄起来 我在干嘛我在干嘛 那我们就 对对对 写在这边 好的 哇 我们的俄文哥真的太好了 真的是很 很精实的分享 然后也很用心的在 就是做系统 然后帮我们解答了好多问题 然后让我们学到很多 真的是非常感谢 那我们之后还会有活动发在社团 那之后下一期的活动是在一月 那讲一个就是与工 应该是制造业 那就是制造业 他们在做数位转型的一些使用上面 用Gira的一些 算是经验分享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社团 我们的社团叫GoGira 让Gira做您的石牙神助攻 欢迎到Facebook寻找我们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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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